就说不拍穿越了玩一次就够了 其实这也对啊 生活中有太多可以拍摄的题材 并非只有穿越 比方说彰显时尚元素的题材 近年来呢 电影方面就特别热衷拍摄这样的影片 比方说杜拉拉生殖记女人不坏 那即将在本周末上映的职场剪压喜剧电影 与时尚同居呢 就发生在时尚圈 宅宅和徐若萱在电影当中上演了一段轻松幽默的解译恋 让人羡慕 你的团队一定是有情有情 祝你成功 周一鸣在影片中扮演的是在时尚界打拼的白领阶层 因为和时尚界教父 也就是自己的大老板谭友林观念不合 最终选择独立发展 而宅宅也借助这部影片 给自己的演员职场工作来了一个大转型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拍比较 比较悲情一点点的戏 包括我这阵子的戏 所以那剧里面的一些角色的那个情绪 因为情感太重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所以我就好想要有一个 遇到一个比较励志一点的这种电影 然后与时尚同居就找到我 然后我就很开心地答应了 影片中徐二轩是个跟时尚完全不沾边的北京姑娘 对于如何演出北京姑娘的直率和大大咧咧 徐二轩可是认真地做了功课 做的准备工作除了尽量把那个我们台湾腔调的那个尾音拿掉 因为演北京大妞 那她个性比较直 她不管现在流行什么 她永远都穿她自己最爱的运动服跟球鞋 我自己平常也是这样 就是运动服球鞋就出门了 然后可能非常地简单啊 素颜 在转裙车死之间 我选择死 你老是听着跑腿复印买咖啡 就是个loser 我从来都没有跑赢过 我也想让一块牌 谭晓玲是影片中唯一的反面角色 难得演坏人的她 这次直呼演的过瘾 笑片 喜剧片 爱情片 赌片 都演过了 都没有演过 好像这个好像有一点反派的 但是反派的来又有行 这个就最吸引人的地方 你喜欢跟我做 做错事情先付出代价 我没犯错啊 我也把我团队带走 深受网民喜爱的老男孩 筷子兄弟 这次也在影片中客串了一把 充分地展现了他们的幽默细胞 与时尚同行幽默立志 既让观众看到时尚 更让人从职场失败者的创业故事中 找到共鸣和感动 不视为本周末看电影休闲的选择之一